对于选手不争胜反球败 咱们该怎么客观看待这件事情呢 北京日报今天的文章说 自1992年以来 奥运会羽毛球赛一直采用的是单败淘汰制 从本届奥运会开始 世界雨连才以让最优秀的选手至少出场一次 吸引更多观众为由 首次实施了小组赛加淘汰赛的赛制 因此为了避免在淘汰赛中遇到队友或者强敌 四对女双选手在确保小组晋级后 才开始了消极的比赛 这个事件之所以被广泛关注 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是站在体育道德的角度 在审视运动员的这种行为 比赛规则有漏洞 球员不积极 观众不满意 客观的来说 从战术上来看 这是合理的利用规则进行的战术安排 以追求最好的结果 无可厚非 从体育精神上来说 运动员没有积极拼搏进取 公然的在奥运赛场违背奥运精神 这一点令人无法接受 确实有点不应该 如此一来 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呢 只能是运动项目本身 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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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